此话说得好 男女搭档干活不累 就像我们这个样子 但是人家是个夫妻党 如果搭档起来干活 就更加得心应手了 对不对 确实啊 你说王全安和张雨琪 这两位又搭档了 一个是首届德国电影节的主席 一个是宣传大使 可能二位都是工作身份的缘故 我们期待了两人在台上很多互动 却没有 都是忙工作 不用了 人家生活里互动就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吧 今天我是德国电影节 电影节邀请的 跟他没关系 身为宣传大使 张雨琪的这番开场白 有点让人听不懂了 这是急着跟老公王全安撇清关系吗 别急 人家张雨琪其实还是力挺老公的 就是合作使劲宣传德国电影节 不过一旦这样在台上搭档了 这两人就立马进入了工作模式 全程几乎无交流 这还真是让大家有点意外 在现场的话 他作为导演会对你特别的严苛吗 他根本就不管我 我们俩其实在平时是不太谈彼此的工作的 谈的比较少 我们的交流你可能都看不出来了 现在都是比较那个 他好像刚才有抱怨 觉得好像现在你管的比较少了 他拍戏什么的你也不太过意不管 那怎么会呢 没可能是这样的 要说起来在电影《白鹿园》之后 张雨琪也没有新作品露面了 这是要怪王全安 一般来说 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 比如说你也可以拍很多电影 你也可以不拍很多电影 放任自由那绝对是老公疼老婆的一种表现 而张雨琪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家庭生活 其实我主要没有接系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还在刚刚结婚 刚刚也办完婚礼 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还非常的懒于享 就是乐于享受这个家庭生活 娱乐新天地夫妻合作干活不累报道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